不管炒什么肉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 今天教你一招 肉丝滑嫩肉 不行也不柴 首先准备一块猪里鸡肉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盆中 加入88粒食盐 再加点白胡椒粉 加一点料酒去腥 少许的老抽上色 用你的右手抓拌一分钟 让肉丝吸收料汁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放入一个鸡蛋的蛋清抓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接着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锁住水分 让肉丝保持嫩滑 招匀之后放一旁备孕 接着再切点胡萝卜丝和青红椒丝 焯过水的木耳也切成细丝 起锅烧油下入肉丝 把肉丝炒至变色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鱼香肉丝调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翻炒均匀后加入刚切好的配菜 再翻炒片刻淋上一点水淀粉 继续翻炒 放匀炒熟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美味的鱼香肉丝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太下饭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